幹嘛啦 想推我嗎 我叫你進去裡面 想推我幹嘛 黑衣男情緒失控 伸手進駕駛車窗裡 抓著問長一頂不放 警方到場制止他 反而向冤警跑手 走來 走來 走進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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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控男這麼氣 全是為了愛 丁信男子冷靜後 向警方哭訴 兩人15號凌晨在台北東區喝酒 過程中發生口叫 女友鬧脾氣說 要自己搭車回家 攔了計程車要走 她來不及阻止 反而抓住問長一頂 不斷大喊 你真的要載她走嗎 造成問長脖子紅腫 憤而提告 其他問長也透露 凌晨在東區在客 經常會碰到各種狀況 台北市警方都會在熱區 進行加強管制 像是東區周圍都是酒吧酒店 警方就會加派人力 而另外信義中山也會 在易滋室的地方 加派警力 丹安分局針對東區周圍 在凌晨加強守望警力 中山信義分局12點前 約有6名員警在周圍巡守 到了凌晨也會加派員警守望 其中信義夜店多 會增加到約20名警力 北市警局嚴守治安熱區 才能及時阻止失控民眾 丁蘭更在馬路上有酒醉瘋狂的行為 當場被本手援警實施保護管束 這回情侶吵架 男友想留住女友 卻用錯方式 攔住了計程車 女友是留下了 但自己反而得上警局 還得賠償問長 TVBS新聞高子雅王烏香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